蔡根坛 洪映明 四一 面头浓者 自带厚 带人亦厚 处处皆浓 面头淡者 自带薄 带人亦薄 处处皆淡 故君子居常侍好 不可太浓厌 亦不宜太枯极 面头一词 解释作心思 主义 想法皆可 所谓面头浓 面头淡二者 动心起念的对象 皆到后文来看 是指居常侍好而言 四二 彼父我仁 彼绝我义 君子故不为君相所牢笼 人定胜天 至依动气 君子亦不受造物之陶主 彼父我仁 彼绝我义二句出自孟子 孟子公孙丑下云 曾子曰 尽除之父 不可及也 彼以其父 我义无人 彼以其绝 我义无意 无何欠乎哉 欠有二意 独欠时 解释作怨恨 欠缺 独窃时 解释作满足 两个字亦正好相反 此处解释作欠缺 至依动气 一词一出自孟子 孟子公孙丑上云 至 气之帅也 气 体之冲也 至依则动气 气依则动智也 至乃一致 气可参见中医的理论 中医认为人体运作是由于气的运行 气是充塞于人体中 使肢体 器官产生机能的一种正能量 可称为元气 意志主导元气 集中意志可以控制元气 从而支配行为 君相所牢笼 指正至上利用绝路对人家以支配 造物之逃住 指天生赋予个人的条件 要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及能力 来摆脱外在的束缚及天生的限制 四三 立身不高以不立 如城里正一 尼中卓足 如何超达 处事不退以不处 如飞鹅头竹 低阳处凡 如何安乐 四四 学者要收拾精神 并归一路 如修得而留意于事公明欲 必无实意 读书而既信于 银勇风雅 定不身心 四五 人人有个大慈悲 唯魔图快无二心也 处处有种真趣味 金乌毛颜飞两地也 只是欲必擒尽风 当面错过 便只此千里矣 唯魔是唯魔戒的简称 唯佛教唯魔戒经的主角 后以唯魔戒只修佛的居士 唯魔戒经云 释迦牟尼佛在皮耶利城安摩罗园 尘中五百长者子至佛所请说法 居士唯魔戒故意称病不枉 佛遣舍利福及文书施力等问及 文书问 居士士疾何所因起 唯魔戒答曰 一切众生病 事故我病 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 则我病灭 四六 尽得修道 要葛牧石的念头 若亦有心线 便趋欲尽 既是精邦 要断云水的趣味 若亦有贪灼 便堕危机 云水 只行云流水 借指道处随缘 行走四方的僧道 行脚僧称为云水僧 由方道士称为云水道人 从政者上台下台皆如云水随缘 面对民众的信任及情势的变化 要有随时下台 要有随时下台的准备 四七 即人无论作用安详 即梦寐神魂 无非何弃 凶人无论行事狼力 即声音效貌 魂是杀鸡 四八 甘受病 则目不能视 甚受病 则耳不能听 病受于人所不见 必发于人所共见 顾君子欲无得罪于明明 中医理论认为甘气通目 圣气通耳 此节若缺耳不论 自病受于人所不见以下 仍是可以参考的 四九 福莫福于少事 祸莫祸于多心 为苦事者 方知少事之为福 为平心者 使之多心之为祸 五十 处智是一方 处乱是一缘 处熟记之事 当方缘并用 待善人一宽 待恶人一言 待雍众之人 当宽言互存 熟记之事 指国家将要灭亡的末世 五一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 而过则不可不念 人有恩于我不可望 而愿则不可不忘 五二 施恩者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则陡树可当万中之慧 利悟者 记己之师 则人之报 虽百亦难成亦闻之功 记人利悟 爱人利悟的悟 不是东西 是人的意思 悟三 人之记欲 有其有不其 而能使己读其乎 己之情理 有顺有不顺 而能使人皆顺乎 以此相关对质 亦是一方便法门 相关对质及观察对照 明远宗道 明远宗道 论赢者亦去 古人云 若取自己自欣 因为究竟 必有他物 他人为对质 故愿己之记欲不记 求人之情理皆顺 由人我之相关对质 即可了然 法门 佛教语 原指修行者入道的门径 亦犯指佛门 经多界只修得 智学或做事的途径 佛教称随基督人的法门为方便之门或方便法门 简称方便门 五四 心地干净 方可读书学谷 不然 见依善行 窃以济思 文依善言 甲以复短 是又借寇兵儿积道粮以 借寇兵儿积道粮 意思是送兵器给匪徒 送粮食给盗贼 若教育只重知识而忽略品格 只重专业而忽略伦理 即是种下祸害 无意借寇兵儿积道粮 五五 奢者赦者富而不足 何如减者贫而有余 能者劳而服愿 何如着者意而全真 辅愿 即愿辅 大家愿恨集中的对象 唐 含玉 远悔 事故事修而放心 得高而悔来 呜呼 事之处此事 而望名誉之光 道德之行 难以 能者任劳任怨 本为事太常见 若更被积不如着者 未免太过了 五六 读书不见圣贤 为谦谦佣 居官不爱子民 为依官道 讲学不上功行 为口头禅 立业不思重得 为眼前花 签 签笔 签 目读 签签为古时书写的工具 后戒指写作 签签拥 由精打字圆 重得 不施恩德 如照顾亲族 员工 从事社会公益 心办慈善事业等 五七 人心有一部真文章 都被残编断简封固了 有一部真骨萃 都被妖姬燕舞阴没了 学者需扫除外物 执密本来 才有个真受用 五八 苦心中 常得月心之躯 得意时 便生施以至悲 五九 富贵名誉 自道德来者 如山林中花 自是书徐繁衍 自工业来者 如盆见中花 便有千玺废心 若以全力得者 如平波中花 其根不植 其微可立而代以 六十 春至十何 花上铺一段好色 鸟且转几句好音 世君子性直轻时 富裕温饱 不思利好严 行好事 虽是在世百年 恰似未生一日